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天 前几集都还好 开了沉默 开了莫勇 直接开杀 比赛里面见过无数次 好吧 就是两个人补刀是一模一样的补刀术 没学拉 直接滚打 带走了这个奶绿 10分钟20分钟 局面是什么样子呀 明明说的是4000 我说的是2000到30003000到4000 就是差不多3000上下 这个火包 最后一个无印拳把这个头一K 解说要没有那种对什么十几二十分钟的这种局势的判断 然后经济差左右的这个正常发展的情况下 经济差的判断 那这咋做解说吗 这波被捅得有点难受 蚊子一给 灰药一烫 腰勒一砸 灰药加酸物的伤害直接是烫死了这个生死的滚滚 然后还有个TK飞到脸上来送了 这不是白给吗 啊 哈格纳的刃头 是吧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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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哥哥刷钱 蓝猫控到第一个自己的状态神术 好吧 来那个12分钟的增伤 配合夜魔开大招 带走了一个想来抢服的火毛 好 哎呀 这个TK 接下来死 接下来又死 好了 结束了 下一把了可以 今天看到个13分钟1万的炼金 好吧 下次再看到什么 16分钟1万的炼金就感觉 哎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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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炼金像原始 온万拆系 放黑六分钟1万的炼金 或者是万有 xy分钟1万的炼金5滿 你我 card up i.i.i now 是吧 想要动这个炼金 帕克达直接给他输水 本来输水就很 就很少 呃 复魂双大哥 也要了打两个 夜魔把所有人沉默住 沉默结束 右边已经是没什么状态了 嘴人还在打 但他已经没有攻击力了 66加5 呃 变了个蓝猫拉住了夜魔 很极限 把夜魔拉死了 TT捆住 奶绿接魂 加一个反枪 滚走 哎呦 危险危险 危险的危险的 这个奶绿要是再细一点好吧 这波蓝猫就死了 高台眼下看到人了 蓝猫要准备启动了吗 来 给你套上墨勇拉 启动 拉奶绿 直接把奶绿杀掉 两个酱油站一起 两个酱油站一起一起吃屁一起吃炸 我感觉Dotter的路山空做的有点小 呃 猫吧类的 对吧 要五个人一起做事情 突然碰到一个水人 夜魔开大刀 你别跑 空大了没 蓝猫飞过来 没什么蓝了 呃 默克 索轮胎 躲住滚滚 滚滚是最后水人死掉了 帮他把轮胎解开了 右边在等什么 右边在等 左边冲高呀 对吧 就顶着机器人直接冲高地 不然还能等 自爆 老子给你拼了 默克默勇一上 默克有魔晶了 哎 怎么掉盾了 哎 张承军 张承军 你们22分钟 核道对吧 没有10分钟 核道里面准时抓进一个张承军呀 虚张声势放的有点丑陋 但伤害影响不大 开门是谁开门 给谁开门就不好说了 啊 这预选赛一共就一个门 对吧 就一个队可以去开门 要这么硬来吗 硬来 呃 蓝猫子愿了这个奶绿 但奶绿开出了自己的越界 呃 默克大招加上蓝猫双拉 先杀掉了这个tk 滚滚 正常来说滚滚也走不掉 收尾收尾 哎打团直接 直接就碾碎了 这个tk一旦被找到了就直接就碾碎了 张纯净这个bk避开的 哈哈 身边连人都没有 滑过去一辆车他把bk避开 啊 然后夜魔和炼金两个人说水刃水刃水刃 那么就滚过来把水刃给带来 右边是买活了个奶绿 帕格纳西奶绿 啊不是 对 帕格纳西奶绿 直接是活活吸死了买活奶绿 奶绿你们没吸过吗 哎呀奶绿 有种奶绿拿那个吸管吸的 想要尝试一下哎呀结果滚滚开车直接被锁住了 滚滚开车被跟这个水人两个人锁在一起 难受的 好了结束了 spanky gaming 敲出了GG 高阻目前是1比0 ezy 确实是有点ezy 丢榴弹暴力出击大兽开炸开踏 dy倒下 小松鼠要由衷身上有榴弹 已经准备好了出击了 中树榴弹 呦 这小松鼠啊 有点东西的 他是防那个蓝猫把这个他种下来的这棵树给他吃掉 所以就贴脸用树枝种树 开转 被爆起来了 然后老鹿的二技能啊 配合小松鼠暴力出击 不会这么充分吧 打个预选赛都能打满吗 难道 啊 这蝴蝶效应老鹿在乱杀 一发C一个人头 一发C一个人头 这这5点8分钟抢服了兄弟 啊 小松鼠这张网 哎 蓝猫是飞上去吃了个蚊子 老鹿恢复 但是没能回住 大兽突然过来 很暴力 很暴力兄弟 很暴力 然后猛马是回头一条踩 还好大叔被那个奶绿的沉默给沉默到了 小松鼠网住 萌马还是没什么问题 大鸡用的牛跳刀啊 来 这下波滚过来了一个小松鼠 但是身边没有人 啊 还交了个大招 行吧 蓝猫滚过来吃了个老鹿的气 哈哈 曾经在下有点幽默了 哎 拱上去了 漂亮 看到这个位置 萌马的这个心思就懂了哥 然后炼金术石在上面坐牢 还有二十多秒 滴滴滴滴滴 萌马 萌马准备 来就你了 阿托斯定位 呃 这是无敌斩大叔是开着BKB直接捶住这个马格纳斯 这大叔不要命了 我操 想想拖抖的时候被萌马一脚踩住 哎 全员空雪 大家都是空雪 老鹿也招不住的老鹿倒下 炼金术石左边也想收 右边也想打 结果又被萌马拱了回去 炼金 蓝猫拉了一下炼金 哎呦 摇了摇出去把星球也带走了 还打了个miss 蓝猫没打到他 这炼金都没死 这十八分钟一万二 吹风 有点恶心了 蓝猫碰到吹风 老鹿有点恶心的呀 默克复魂连珠 老鹿被奶绿打死 大叔捶两个 当当当 直接捶子两个 旁边还有个新Q 完了说得 我们这个酒馆有点 过不了了 萌马 本场比赛的第三角大招 第一角大招是杀了个小冬鼠 第二角大招是团战里面杀了个大兽 然后第三角大招单踩一个小冬鼠 然后被自己被干住 然后奶绿也被摇了留下 老鹿冲了过来 我知道你不急 但是他很 还好吧 我的军 我的军 呀 起来了 打起来了 看上路啊 萌马 反升一角踩大 踩住BKB大兽 见身一个斩 斩死 斩死大兽 然后 哎 哎 兄弟好像刚刚说的那个情况差不多了 呃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是吧 萌马一脚踩 然后老鹿再蹲站起来 这这这这上路就开团了他们 啊 大兽想要去报这个剑圣 然后直接跳上去没报到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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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的也太快了 我靠这两波直接啪啪就没了 炼金摇勒 冲出去啦 萌马没大招 这炼金也没有BKB 被蓝毛小鹿打的已经受不了了 呃 但是没有追进去 小松鼠网接阿托斯接炼金 摇勒炸了一下之后接狙 啊 小鹿倒下 小松鼠有网吗 小松鼠有网吗 大时候跳脱小松鼠网猪 呃 到底同不同意呀 又是28分钟想尊负 想尊负没尊到 默克不回连两个 炼金摇勒摇上去了 先杀一个奶绿 炼金术是抓着小鹿坎 还开了BKB 大兽是断了旁边一个马格纳斯 哎 马格纳斯颠上颠回来个大兽 大兽秃走 然后剑圣无敌人展上去 大兽有个吹风吹 吹了跳 啊剑圣展到旁边其他人去了 老鹿开着雪晶石吃了个蓝毛蜡 然后呢 然后刘剑圣去了呀 哎 你看啥呢 OB老师 刘剑圣没留到 然后练剑圣跳上来自爆 电勺 开砍 电勺接拉 这两个买不活的 马上三十秒之后有个肉山洞 他们给的答案是不需要 起飞 拉到 开砍 还有个老鹿也死了也没有买和 两个酱油带了个魅惑过来的远程兵 开始AD散路 嗯 呃 敲鸡鸡了已经 感觉打上头了呀 这个鸡鸡应该是感觉打上头了 给个免费的点赞和关注吧 给个免费的点赞和关注吧 今天就有点赞和关注 我来点赞和关注 好吗 好吗 我来点赞和关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